标榜轻装便捷的轻旅行 大受年轻人的喜爱 而创业将近40年的美国亚洲旅行社 也搭上了这股风潮 推出了全新的台湾旅游行程 华人可以随时出发 探索 宝岛 台湾之美 庆祝光辉十月 不只有双十国庆 还有台湾光复节 美国亚洲旅行社 特别安排了轻旅行行程 要带旅客们一起轻松游台湾 所谓的轻旅行就是 走以往大家不太容易去到的地方 然后甚至可能名不见经传 但是事实上它是被遗漏的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介绍给大家 而更多著名景点 从美景到美食 美国亚洲旅行社也精心安排 不论是日月潭老茶厂 高雄骑山老街 或者是美农客家文物馆 道地的台湾文化与美食 通通不会错过 好海鲜 鲜科是其中最有名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 吃这种所谓的海鲜 道地的当地的海鲜 海鲜餐 然后少族的原住民的烤山猪肉 对 真的一定要试一下 而美国亚洲旅行社 更精选2020年的1月5号到10号 推出总统大选前特别团 方便乡亲回台投票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 请上美国亚洲旅行社官网 东西新闻彭迪 殷宏文 在洛杉矶采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